西口国小太古队精湛的古役 为记者会带来磅礴演出相当吸睛 嘉义县长翁张良 立委陈冠廷等人 12日共同启动西口乡地方创生计划 这个是一个产业的一个计划 那非常感谢这五六个团体愿意投入 那透过这个计划 那我想在西口乡这样的一个纯朴的乡镇 那把传统的具有的力量把它集结起来 那我想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 用我们在地的最传统的产业跟记忆 那呈现这一次地方创生的这个提案 那也感谢国家会的帮忙跟支持 西口现在已经走在不一样的路上 那希望西口未来可以越来越好 嘉义县西口乡65岁以上老人 人口比例占22.6% 面临人口老化外流问题 县府和乡公所攜手推动创生计划 希望为西口乡注入更多创新能量 创生计划就延续了这样子的一个土地的精神 它把它更进一步的跟产业结合 所以我们有很好的布袋系的产业链 可以扣住我们这个西口的土地精神 重塑那个布袋系的产业链 那包括后面有偶一 然后布井还有偶头的部分 我们希望培育下一代的人才 那希望能够为西口这个地方呢 促进这个经济成长 现场也展示相关文创作品 县长翁张良表示 布袋系产业和传统农业 是西口乡的一大亮点 运用网络行销 耕耘地方品牌 轻盈牺手一起改变西口乡 新唐人亚台电视 刘彦勋 芳雅贤 台湾嘉乙采访报道